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收早些 因为我妈妈抽血 她说, 这样很麻烦 她就要照顾年幼的子女 或者她们会觉得 你不上班, 我要做你的份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生孩子都带了? 有调查发现 香港职场家庭友善措施并不普遍 而公司提供的有关措施 也和员工的期望出现落差 如果缺乏实际的诱因 就比较难推荡家庭友善雇用政策 令到他们上班开心 又不是这么多担忧来上班 才可以吸引到他们的才能 我们认为推行家庭友善措施 就不是一个福利 是一个投资人力资源最佳的方法 提供家庭友善措施的职位 可以去哪里找呢? 对了, 你去拿你的阿鸽过来 对 这首是叫什么名字? 《鬼鬼鬼》 怎么唱的? 《二十一》 《鬼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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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有不少平日的假期 Polly和老公每年12日的年假 都会按着女儿的效力表分配 不够用就会预约双熟的保姆 上门看着营营 这一天是学校假期 Polly就请了一天假照顾女儿 预知的假期可以提早安排 不过遇到突发情况 Polly就很头痛 她有点不舒服 每一瞬 我和她爸爸就站在旁边很紧张 可以开楼入彩 你无法烧 因为发烧你就不上学 我很内疚 她好像有点不舒服 鼻水 对 休息会更好 你没办法上班 你有多少架 这是什么姿势 我正在准备今晚的饭 因为下班回来 或者不会有时间让肥皂煮快 自己要上班 她女儿要上学的日子 未够七点 Polly就要起床做准备 盈盈 喝不喝奶奶 你想多睡一会儿吗 我们不可以多睡一会儿了 我们今天要上学 你自己洗吧 梳洗完 我洗了 换好衣服 可以吗 是 Polly就跟老公搭手搭脚 半走半跑地送女儿 去距离家十分钟路程的幼儿园上学 你已经整个放我自己走回家了 我没时间让她扭脚 我没时间让她赖床 我没时间让大家一起去 她八点半天上学 我才可以上班 不迟到 她爸爸也不迟到 你先打磨仙可以吗 我没时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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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拜拜 都是冲锋陷阵的 如果她有一天不扭脚 就会觉得今天很美好 今天是完美的日子 评记会在2021年 资助教育大学 进行一项有关家庭有善的调查 访问了400个雇员 他们都要照顾一位或以上 即是家庭成员 例如配偶 父母 或者子女 超过八成半受访者说 香港职场的家庭有善措施 并不普遍 接近九成受访者认为 公司有需要向雇员 提供家庭有善雇佣措施 头三位分别是五天工作 弹性上班时间 和特别试价 不过普遍雇主最常提供的家庭有善措施 就是因出嫁 分嫁 和五天工作周 和雇员的期望出现落叉 调查又和25名雇主或经理访谈 部分认为照顾家庭成员是员工的责任 而不是雇主的责任 不会考虑提供支援 一下班 Polly就要分秒必争赶回家 连里面的车厢都要清楚不要进床 因为我一出的话就可以在电梯上下 我早五分钟 他就可以在公园玩多五分钟 豆杯 麻烦给你一斤豆杯 好 好 好 四十 好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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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买完菜 回家处理好食物 Polly就赶去接女儿放行 好害怕 你今天怎么样 要上班又要照顾女儿 Polly经常都要跟时间竞赛 她说政府近年鼓励生育 去年就推出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 不过她就觉得落实一些家庭友善政策 才有真正鼓励生育的作用 她只占了一个好皮毛好皮毛的部分 就像我生了孩子之后 我奶给了一封利是 我一样而已 对啊 掌励性的鼓励 但是对你的育儿没有任何实质症的帮助 我不用特别的嫁 或者特别的什么 我小朋友有事的时候 或者有病的时候 我在家里可以完成我的工作 我希望可以有这种体谅 我觉得这个政策不一定是给小朋友 你可以照顾其他人 照顾其他亲人 可以啊 然后呢 我是觉得照顾家人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 总会有一天你会用到的 社联和港大寿普老年研究中心 在2018年做过一项 有关在职护老者的调查 受访的五百多名在职护老者当中 超过六成曾经因为要照顾长者 而临时请假 有三成人考虑或者曾经转换工作 两成八考虑或者曾经改做兼职 超过三成人甚至离职 改完之后的衣服 有时客人听到做到很漂亮的改装 你自己都很开心 算了 叫做满足感 六十岁的王丽兵阿兵做了制衣三十多年 从落手落脚车衣 品质检查到厂房管理他都做过 现在他在这家礼服公司兼职改装 一个星期翻一天 早上12天早上10点 做到下午3、4点 你现在要做这些工就好了 就可以走检了 我制衣完之前就可以回家煮饭 他也尽量这样做 比如太多了就分两天做 阿冰只可以做兼职 因为有一份正职在家等着他 我回来了 阿爹煮东西给你吃 除了老公的儿子 和阿冰同住的还有九十岁的妈妈 妈妈近年越来越没有记性 试过煮东西忘记关火 之后阿冰就不让她进厨房 买菜煮饭照顾妈妈自己一脚踢 她说没办法做全职工作 饭饭 饭饭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水 有没有水 不怕 不怕 三年前妈妈还很精灵 阿冰当时做清洁兼职 试过想请假陪妈妈到医院复诊 但是就被上司为难 她跟我的管工说 我想明天早点早点 因为我妈妈抽血 我会早点回来 怎么计算 我说 你扣我薪金 她说很麻烦 一句话 我说 那算了 我不做了 那算了 那算了 阿冰说 如果职场有多些家庭 有善措施 她就不用放弃工作 不做事 弹性上班 说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真的弹性上班 政府发出弹性上班 这么简单 实施不到 有 私人公司做不做到 有得赶费的 可以走检 最重要是可以做 你所说 我不是很老 有能力 做我当然想做 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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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岁的罗子玲Mandy 是一间饮用水代理公司的工程支援主任 负责与客户和爱勤的师傅联系 Mandy正在后面 他偶尔会留在家工作 照顾75岁同住的妈妈 两年前疫情期间 妈妈感染新冠肺炎入院 出院后 身体和精神都很虚弱 公司就批准他有需要的时候 但性上班和在家工作 方便照顾妈妈 如果我是死定了 总之上班时间 你有这么多时间 你不准动 他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根本是可以告诉你 我真的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可能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做了 我马上走 情绪会有很大的困扰 Mandy在这间公司 做了超过20年 除了产假 事产假 子女学习津贴等等的福利 半年前 公司还推出了 照顾家中长者的家庭有善措施 包括提供父母感谢金 即是每个月 有二三百元的零用钱 给员工的年长父母 另外容许弹性上班时间和地点 五年前 还增设一年两日的护老者假期 方便员工陪家人提医生 护老者假是真的一个很好的假期 很坦白说 商业社会 公司给你是人情 不给你是道理 它可以给你享有这一种假期 所以你反而可以很安心去处理 因为展工公司推行了一段时间 都希望大家用到护老者假期 公司有大约50个员工 企业持续发展总监留进阶说 香港人口越来越老化 员工护老的责任和压力 亦都越来越大 推占这些措施 是希望帮员工在家 和工作之间随得平衡 因为我们作为中小企 我们不能用银蛋工势去抢人材 我们没有托儿所 我们没有很好的很华丽的设施 很丰厚的退休安排 我们只能用一个关心 关爱的角度去设置我们的同事 我们看到同事是努力了工作 我们的生产力也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大家知道公司为他 他便为公司 人心欲造 你们对他求求其其 他便好像求求其其 做到就算了 我呼吁各机构 拥有人参加 和我们一起推动 家庭友善的工作文化 政府一直都有推行不同的计划 鼓励企业和机构成为好雇主 为员工提供家庭友善雇傭措施 暂时我们没有一个计划 去提供一个育儿的假 我们希望同时可以用他本身的假期 去做他家里的需要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杨阳何培恩早前在立法会会议上 说政府没有计划为公务员推出育儿假 安排弹性上班时间 和增加市产假日数 不过就会在4月开始提供最多3天的红白假 新兼勞联主席的立法会议员林振兴 认为作为全港最大的雇主 政府应该带头提供更多家庭友善措施 另外也不应该只是鼓励企业 要推出更多实际誘因 例如税务优惠、津贴甚至立法去推动政策 这个立法的建议 其实只是给雇员有一个权力 去提出一个弹性工作安排的要求 如果雇主提供弹性工作安排 以人头来计 政府可以给一些津贴雇主 又或者一些税务的优惠、税务的扣减 又可以具体吸引多些中小企 在这方面做多些 现在有不少国家或者地区 已经就家庭友善措施立法 或者提供税务优惠或者补贴 英国早在2003年已经有法例 被有子内的雇员可以要求弹性工作 后来更加延伸到所有雇员 在澳洲 特定群组雇员可以享有法定权利 要求弹性工作 至于税务优惠和补贴 马来西亚的企业 可以就弹性职场政策的开支 申请双倍税务回购 内地广东省在2021年 推行妈妈缸措施 企业每提供一个 专为母亲而设的职位 就可以获得每个月 400元人民币的补贴 Hello,Suki和Joy 你们如何? 都挺好 小朋友开学了 现在的时间 不可以是上班时间 放工时间 照不照顾到小朋友? 都可以 都很flexible 最重要是照顾到小朋友 梁翠恩和Jade 五年前开了这间玩具租赁公司 请了五个员工 不过办公室里面经常不齐人 因为公司采用了家庭有善的工作模式 其中一个负责对外顾客服务的同事 全时间在家搖拒工作 另外两位同事 就受聘于共享工作崗位 两个人做一个职位 每个星期割三日工 每次半天 Suki和Joy 就是共享营运助理一职的 两位在职母 每次的职位 我感觉我们做妈妈 不是说 我也想说 不是要吃饭吃的 我们真的要做事 回来做事的时候 我们会真是妥妥当当 做好我们手上的东西 有时候她不行的话 她会跟她说定 我未来可能真的不能上班 她就要放假 然后我可以回到的日子 就尽量回 如果我不行 她又尽量帮我 好像补位 老板Jade本身都有三个子女 她自小在澳洲读书 回到香港 觉得普遍公司都比较传统 她说最初推行家庭友善措施 都有同事担心会影响工作效率 不过她就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 其实对工作 不是他们的人生的任务 他们是很注重家庭 或者小朋友 我们就想支持我们的员工 其实这样 我们是可以保持一些功能 在那间公司 他们做得开心 自然就会在那间公司做得久一点 Hello 欢迎 欢迎到Hatibatang 你好吗 好 终于可以见面了 是的 好 进来 这一天 为这间公司 引入共享工作模式的平台负责人 来看看两位在职妈妈的工作情况 负责人李端仪说 他们协助了大约20间企业 为要照顾家的妈妈 量身订做职位 其间发现有不少公司 都不懂得如何制定家庭友善措施 或者崗位 以及如何与员工协调 我们都是主要发挥一个桥梁的角色 妈妈她需要的弹性 雇主可以安排到什么弹性程度给他们 意向是有 担着一个方法 例如会不会 妈妈之间 是可以去两个人三个人 分担一个职位 会不会弹性是代表 一个礼拜 翻三日半周都OK 去到最后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如果大家真的有善多些 大家有商有良多些 有一种信任的关系 其实什么群体都好 都可以在职场找到自己的位置 由于公司容许弹性上班 这一天下午三点 Suki就可以下班回家 照顾两个分别五岁和三岁的子女 是谁 是 是 可以 可以 我要吃个蛋糕 好,好,你先乖 是吗 没有 没有 你先坐好一点 妈妈 Yummy 妈妈没有 她…她… 小朋友我放在第一 他们的学习和开心都很重要 妈妈,你吃饭了 我想有多些时间可以陪她们玩 跟功课 然后又要聊聊天 我希望社会可以明白多一点 妈妈的难处 有时不是真的不想上班 而是真的很多突发的事情 可以吗 照顾者 需要照顾 老人家也好 小朋友也好 或者家人也好 病患的人 我觉得 职场上可以给多少少量解 或者理解 跟她通话 也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